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请不吝点赞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妈 我正在敢写一篇文章 是要交给北师大的 我要应聘去教书 真的 那太好了 那傅先生知道吗 傅先生给我写的推荐信 儿啊 妈真有点不敢相信呢 要是真的能像傅先生那样到大学堂去教书 那能成吗 放心吧 妈 莫丑 你觉得利夫哥怎么样 仍挺好的 还有呢 还有学问 还有呢 什么还有 还有什么 哥 你要是垫着做梅 要把我和孔丽夫拴在一起 我劝你少费心 孔丽夫再好 我都不会嫁给他 为什么呀 为什么 冲着你和姐姐这份狗拿耗子的劲儿 我就不想嫁给他 凭什么我的婚姻大事 要说你们两个人摆布呢 这哪是摆布啊 这是爱护你 我还不知道姐姐也有这个意思 这更证明了 这个选择是对的 利夫哥学问高 人平衡 长得也英俊 你不肯嫁给他 你想嫁给谁去啊 我要嫁给谁 那是我的自由 小姐 我来吧 哥 你白流洋了 你比爸爸还暴手 你笑什么 我高兴了 冒手 我带你去一个地方 你敢不敢去 有什么地方我不敢去呀 你去我家 你们家又不是虎虎蓝窝 我当然敢去啊 好 我们走 走 Index 1 走 付纯愁 快点 少爷 好 少爷 好 二少爷您回来了 您好 少爷 好 里边请 莫愁 去楼上看看吧 莫愁 这是我哥 哥 这是姚莫愁 你好 姚二小姐 我一直想知道你长得什么样子 把我弟弟迷得要死要活的 我还以为你是天仙呢 想不到一件 也不过如此吧 比你姐姐姚木兰还差一点 我自然不是天仙 我要是天仙的话 就不会瞎了眼睛 走进你们牛家来了 你这嘴长得倒真像姚木兰 哥 你怎么那么跟莫愁说话呀 快向她道歉 我从来不向女人道歉 华愁 你要记住 对女人不能宠着 如果宠着 她们会找不到北 你走吧 哥 你走吧 姚莫愁 我这个人名声不大好 你可能知道 但我最心疼我这个弟弟 你们两个怎么样我都不管 但是你不能让她觉得委屈 如果那样 不光是你 你们整个姚家都会不得安省 哥 我求你了 你走吧 哥 走吧 莫愁 你别介意啊 我哥他 他就是这样 走 去屋里看看吧 这几天买了好多玉器都是给你买的 不知道你喜不喜欢 我也回家 莫愁 莫愁 你要这么走了 就真的生我气了 莫愁 我就生气 别人都说你们牛家的人没有教养 把握无礼 本来我还不相信 可我今天总算是见识到了 谁这么败坏我们牛家名声啊 这就是莫愁啊 你爸姚思安就交给你 站在别人家客厅里头骂人 是吗 妈 那个莫愁没有骂人 您听差了 不 没有听差 我是骂了 可别人不配 但你们牛家是配我骂的 莫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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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听我说 走开 你听我解释 走开 莫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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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瞧瞧 莫愁 莫愁 别生气 千万别生气 他们是他们 我是我 以前不就这么说过吗 我跟我哥 我妈 都是不一样的 牛怀愈 你放手 我此生再也不会 踏进你们牛家的大门 莫愁 你听我解释 你听我解释 放手啊 莫愁 我感觉 没有 在这儿 到这儿 有 你坐会儿呀 好嘞 走走走 干吗 灯禄 放手 走走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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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再灯禄 走走 刀银子 最小的呢 快 算不错 小姐 我来吧 莫愁 你回来正好 利福哥要去北市搭应聘 咱俩陪他去吧 利福哥要应聘 我赔什么 去给利福哥助威啊 你在家不也闲着吗 我闲着管我闲着 你管什么 以后管好你自己的事就行了 别再为我操心了 不去就不去呗 喊什么喊啊 利福哥 你说他怎么了 这你还看不出来 失恋了 失恋了 利福哥 他失恋了 他恋爱了 跟谁啊 他 他 利福哥 莫愁回来没有 回来了 他很生气 你是不是欺负他了 他不是和我生气 是和我妈 我哥 我看看他去 女怀孕 宇怀宇 瑶家 也是你随便可以进的吗 迪飞哥 我不是你哥 请叫我 瑶迪飞 或者瑶先生 你哥是京城 臭名昭著的恶少 我岂能做你哥 请你自重心 马上离开这 要不然 别怪我不客气 好 莫愁糊涂了 怎么会和牛家的人 谈情说啊 二十文 来 你先看看这个 好 好 这个 这 很厉害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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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十文 你这回带来的几个节目是个 品相好 橙色足 可以开个好价钱 一个女孩 三万元 欧亲哈勒社 各位上 给哈勒社取九万块 牛先生 真痛快 哈哈 谢谢 哎 行 多嘴 你啊 你都干什么 你疯了 我是要疯了 哥 你跟我去摇架 当面向没收道歉 说刚才说的是开玩笑 不是真心话 那可是我的真心话 你就说不是 走 走 现在跟我走 怀玉 这是在钱铺里 为了一个女人 你至于吗 我就为她 就为她 哥 你跟我去一趟吧 不然 莫丑不会原谅我的 怀玉 你太嫩了 为了一个女人 至于吗 啊 可是哥 莫丑不会原谅我 我就会失去她的 你看上谁了 告诉我 我都给你弄了 我谁也看不上 我就看上她了 我求你了 我求你了 怀玉 你起来 哥 我求你了 爱笑 你 怀玉啊 从小我就让着你 心疼你 因为我是你哥 可是你 你也太不争气了 为了这么个姑娘 你哭哭啼啼 还跪在地下 你 你丢尽了牛家的人 被吓死 哎呀 来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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莫愁锦 莫愁锦 门房说 您怀孕在大门口等着你呢 莫愁锦 你不去吗 看来呀 这世间的爱情都一个样 叫人伤心又痛苦 我爸要是知道你应聘成功 真会特高兴 李福哥 你以后可就是教授先生了 今晚一定要开瓶酒 好好庆贺庆贺 好久没配药伯伯 好好喝两杯了 牛怀玉 你这是干什么呀 难道非要赶你走啊 赶我走我也不走 我要等莫愁 你等着又怎么样 难道莫愁会嫁给你 别不自量力了 不管他愿不愿嫁 我都要等 等他一辈子 我也无怨无悔 哼 我告诉你 牛怀玉 你就是化作姚家门前的一块石头 也休想取道莫愁 哼 那我就化成一块石头好了 至少 莫愁进来出去的时候 可以踩到我 你 李福 不要管他 我们进去吧 哼 哼 哼 莫愁 你是在为牛怀玉痛苦吗 别再提那个姓牛的 行不行 这就对了 李福哥被北师大聘去授课 以后可就是教授先生了 莫愁 你好好想一想 一个是牛怀玉 一个是李福哥 他们两个究竟哪个更值得你去爱 哪个更值得你去嫁 别说爱不爱 别说嫁不嫁 我现在不想停这些 好好好 我不提了 以后你的事哥是要管的 我不能让我的妹妹受委屈 这华姨去哪儿了 这么晚还不回来啊 她呀 让那个姚莫愁给迷住了 今天还把她闲铺里跟我闹了一通 要死要活的 这也怪了吧 你是我生的 怀玉也是我生的 你说你们俩的性格怎么就这么的不同 怀玉这孩子心眼软 你爸就够磨弄了 他连你爸还不如 你记着 这男人要是心眼软 这辈子成不了事 你别着急 怀玉这不还小吗 你得教她 牛家的儿子这么活着 简直就是丢人 你放心 有我呢 小姐 他还在 没走呢 哎呀 这个怎么办啊 她不走 小姐 你也睡不着 拿去交给她 夜里会冷的 小姐给你的 她怕你夜里冷 好 谢谢啊 谢谢啊 哼哼哼 黄玉 你以为你等在这 连家都不回 就能感动谁吗 你错了 谁也不会被你感动 你只会被人家瞧不起 让人轻看 轻看了咱们牛家 别再提牛家 我恨生在牛家 你这话 要是让姚家人听见了 会更瞧不起你的 你走吧 你走吧 哥 我不想看见你 怎么 先哥丢你的人了 可是 哥不走 不要在这陪着你 我要让你知道 咱们今天晚上 就在这过夜了 我要让你知道 哥可不是要害你 哥是为了你好 可你已经把我害了 害我见不到莫愁 好 你先跟哥回家 明天 就让你见到 姚莫愁 我不回去 我要等莫愁 走 我不回去 我等莫愁 莫愁 好了 走吧 莫愁 我不回去 莫愁 莫愁 我不回去 我不回去 这儿 怀愁 你瞧瞧 你瞧瞧 为了摇解那姑娘 失魂失魄的 直吗 你说 妈 别再说了 当然得说了 我要不说 我就不是妈了 我 怀愁 当初妈和爸 是从山东 闯到京城来的 我们当初进京城的时候 两眼一抹黑 没人拿正眼瞧我们一眼 我们又想给人送礼 都找不着门路 我当时正怀着你 受了欺负就甭提了 你爸说忍了 要回山东 妈没干呢 既然来京城了 就是头破血流 也要炸下根来 行了行了 当初那些烂事 你和我爸 都说了不下上百遍了 上百遍也得听 瞧瞧 这是家教懂吗 不懂 什么什么妈很下心来 将欺负你们的人 都送进了监狱 有什么什么 以前收留过你们的人 都不能放过 这叫什么家教 这是牛家的家教呀 就是要告诉你 这是一吃人的世道 你心软不去吃人 就被别人吃掉 听见了吧 就是这句话 救了咱们牛家呀 才是咱们家 在京城扎下根来 学学你哥 你看别人骂那在背后 在他面前 谁敢说三道四 人活着不怕被别人骂呀 就怕被自己骂 哎 这好说对了 妈 我现在呀 就在骂我自己 骂我自己 怎么会生在牛家 怎么会你们这样的父母 这样的哥哥 让我重新选择 我宁愿生在一个 拉黄包车的人家 也不愿生在牛家 你 这孩子 你这个混账东西 你混账 你不笑 老爷 老爷 我恨你们 我恨你们 哎 哎 怀孕 怀孕 去 您别生气 这还太不懂事了 快来扶你爸坐下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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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父亲 母亲 怀孕太小 就不要和他计较啊 一切都有我呢 啊 怀孕 怀孕 你不该惹父亲母亲生气啊 哥 这不是我的错 是因为你们先让我伤心的 不管你愿意还是不愿意 有一点你是无法改变的 你是牛家的儿子 不是牛家的仇人呢 哼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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阿富乖 一会给你洗澡啊 哎 给小肝洗澡啊 他不是狗 他是阿福 对对是阿福 哼 孙雅 我真的要谢谢你 自从有了阿福以后 我的日子好过多了 他现在每天晚上都陪在我的身边 我就不会再害怕了 啊 曾家有我 你怕什么呀 再说我爸妈已同意把你留下来了 你还会怕谁啊啊 怕我自己 怕你自己 因为我答应过三少奶奶 以后跟你会清清白白的 可是我怕我会违背这个承诺 孙雅 你不是也答应了三少奶奶了吗 可以 是吗 我呢 在我呢 这承诺 我不知道对你会怎么样 可是对我来说 真的很沉重 所以 孙雅 你一定要帮我一把 丽华 只要你有需要 我就会帮你 可是你要我怎么帮你啊 以后 别再牵挂我了 别再来看我 起码 不要再单独来了 好吗 丽华 你不知道 这院子里有多少双引擎在盯着我们 即使我们是清白的 都会被别人传出型话的 我不想再让三少奶奶误会了 这个不至于 孟兰她不是这种小气的人 正是因为她的大度 才让我感动 何况 这院子里又不是她一个女人 你不相信吗 我证明给你看 哎呀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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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够够够 小心小心小心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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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没事吧 没事没事 啊 啊 我们刚好路过 对对对对 刚好听到 听到你房里有声音 想看 是不是吵架 竟来劝架的 不是来偷听的 真的不是来偷听的 没错没错 我们就是来劝架的 哎呀 我们就是怕孙雅欺负曹小姐 那你看 曹小姐还不是咱们增加自己人 还是客人嘛 是不是 偷听就是偷听 狡辩什么呀 何必此地无音三百两呢 你 孙雅 你这话我可不爱听啊 不爱听 我又没请你们来听 像这种鬼鬼祟祟的事以后还是少做 省得招人讨厌 你 孙雅 这你可冤枉我们了 哎 哎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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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瞧着吧 一会就到三少奶奶那儿去告状去了 这个你放心 木兰不是那种人 她不会往心里去的 她有自己的主见啊 一次可以不听 两次可以不听 那三次四次呢 孙雅 你还是先回去吧 我真的不想再让三少奶奶误会了 可是 我喜欢看你画画 我只是想看你画画而已 你要是不相信我们说的 你自己去看看 那孙雅跟曹小姐在一起的时候 目光都变了 这男人啊 有的时候目光能烧起火来 我看 这火你总该懂吧 可是男人的目光 没有了火 没有了热情 不是更可怕吗 再说了 我相信孙雅是有分寸的 哎呦 哪有不偷心的猫啊 再何况了 这心是自己送到嘴边上来的 我跟你讲 不偷白不偷 这早晚啊 得出事儿 素云 你要是这个样子说话 我可就不愿意听了 孙雅可是我丈夫 大少奶奶好 桂姨 素云 你们也在这儿 嗯 是啊 素云啊 咱们该说的也都说了 也尽心了 听不听呢 就看木兰自己了 咱们走吧 好 好 我们先走了 送送你们 慢走 嗯 慢走 啊 啊 六啊 你看 阿福正看你画的呢 我喜欢阿福 他有灵性 一定是三少奶奶来了 好 大少奶奶 曹小姐 打扰了 哪里 请进啊 哎 孙雅 你也在啊 我去木兰那儿送茶叶 是清明前的龙锦茶 可是木兰惦记着曹小姐 让我给你送来 曹小姐是杭州人吧 肯定特别喜欢喝龙锦茶 大少奶奶 这怎么敢当呢 既然都已经拿来了 我看就留下来喝吧 我想这茶的味道 也不一般吧 孙雅 我听你这话 怎么嫌外有因啊 大嫂 既然 要打算查我和曹李华呢 以后就不用找什么借口 也不用敲门 而且 还能省两包茶叶 怎么说也是清明前的龙锦啊 你是说 我是特别来查你跟曹小姐的 也许不是特意 而是凑巧 我想 我要是在曹小姐这儿待上半天 咱们曾家的人 会轮番凑巧的 孙雅 我可是好心的 木兰也是好心的 对 当然是好心的 可是这种好心谁接受得了啊 我看还是免了吧 我看还是免了吧 少爷 您能去看看红玉小姐吗 她怎么了 小姐自从知道 少爷的皮鞋都是自己擦的 她就变了 每天都不让我给她铺床叠背 也不让我给她梳头洗脚 不让我干这些 那我干什么呀 这些事啊 本来就应该她自己干的 那衣服呢 难道 衣服也该让小姐自己洗啊 这洗洗衣服又怎么了 不好 太太知道了会骂我 别人知道了也会笑话我 哪能让小姐自己洗衣服啊 没有这规矩啊 嗨 少爷 求求您去绝绝小姐吧 我倒正也想去看看她 走吧 小姐 少爷来看您了 表哥 表哥 我不想不劳而活 所以就 你是这样好不好 好啊 好什么好啊 您怎么能把这紫的红的蓝的 都给泡一块了 这 起来 啊 小姐 小姐 小姐啊 您就别再逞能了 快回去躺会吧 少爷 您陪小姐说口话吧 您的话 比药还管用 行了 你别啰嗦了 去做你的事情吧 嗯 嗯 表哥 红玉 哎 红玉 我记得我出国留学前 你就在看《红楼梦》 现在还在看啊 嗯 我百看不厌 我最喜欢林黛玉了 哎 林黛玉 我常常做梦梦见他 他就是我 我就是他 你们俩性情倒是有些像 身体也有些像 总有病 没有办法 我天生就体弱多病吗 哼 我呀 虽然没学过医 但我也看过我爸几本医书 你呀 是阴阳不调 别老靠着吃药 人的身体是靠吃五谷杂粮的 得多喝粥 多吃青菜 前几天你说想吃肉长胖 其实错了 阴阳也不仅仅是身体 也只精神心思 要是精神调理不正 更容易种下病来 表哥 你连这个都懂啊 懂点这些 对自己有好处啊 一个人 要是能把事情看得开 保持心情舒畅 比吃什么药都管用 哎 红玉 你看《红楼梦》 这原本也没什么错 可是千万不能沉溺其中 像林黛玉那样 看见花瓣落地成泥 就要掉眼泪 这还能不有病 哎 一切事情付出努力在前 顺其自然在后 你要是能做到这一点 我保证 你的病很快就会消失 真的 啊 表哥 从来没有人跟我说过这样的肺腹之言 你的话会紧紧在心的 那倒不必 我的话又不是圣旨 表哥 你的话对于我来说 就是圣旨 哎 你回来了 嗯 二小姐 那个那个牛排鱼又来了 他在门口等着你还说要见你呢 哦 这个是他给你的 帮我把这本书送给他 帮我把这本书送给他 去啊 二小姐就没有话要我再烧给他吗 就跟他说 我的话都在这本书里头 他能找得到 嗯 嗯 二小姐还是不肯出来见我 二小姐她把印章给收下了 嗯 还送给你一本书 书 嗯 小姐说了 她想说的话都在这书上 你可以找得到 嗯 到底什么意思啊 嗯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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欢迎啊 啊 哥 你看过哭泣的天使吗 什么 什么东西 这本书新出的叫哭泣的天使 这么算 谁能是谁的天使啊 对牛弹琴 你是不是从来就不看书啊哥 这本书颠颠不够半斤重 甭被他吓着了 不看他又怎么样 唉 正经的学问是不在这书本上的 可我 需要从这本书里找出答案 肯定又是姚莫愁给你出的难题吧 那姚莫愁是在折磨你 你还真当回事了 哈 你怎么知道这书跟莫愁有关系啊 看你的眼睛还看不出来 怀瑜啊 我刚才就告诉你 正经的学问不用到书本上去找 怀瑜 你太把姚莫愁当回事了 这不好 对谁都不好 说到底 她不过就是个女人 女人都有一个共同的名字 知道是什么吗 共同的名字 嗯 女人 共同的名字就是 贱祸 不要把他们当人 每一个男人 都是国王 你要把整个世界都压趴下 女人呐 贱祸 欠祸 如果当作痛苦的折磨 你不会去骂人 更别说 骂的是莫愁 哥 你不懂 你根本就不懂爱情 我就是再痛苦 你比你幸福 哼 哼 哎 我们会把这个部分做不成吗 那我们说我们 可以 这时候 厉害 这时候对吗 厉害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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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看过吗 一本好书 是要经得起时间的考验的 这种现炒现卖的应景之作 我从来不看 你在学堂里教书 怎么可以不看呢 我以为你能帮我解开谜底 看来我找错人了 这本书没有谜 哪来的谜底啊 有 实不相瞒 这本书是莫愁送给我的 他要说的话 在书里可以找到 可我翻了好几遍 还是不得要理 不知道哪句话是莫愁对我说的 原来是这样 那你就不用再琢磨了 莫愁要对你说的话 在书中第二十九页 雨还在下着 嘉林江边 船副的耗子也在高喊着 红队来阳说 我们分手吧 就在这嘉林江边分手 莫愁问 为什么 难道你不再爱我了 红说 不再爱了 因为这份爱 对我太沉重 你出生一个军阀家庭 而我出生于书香门第 这种差别 无疑于一道红沟 将你我隔开 我曾经天真地想渔月 可没有想到 红沟里有水 很深很深的水 我们掉下去 就会被淹没 掉下去 就会被黑暗所吞噬 尽管我们会挣扎 会奋起而抗争 但却没有光明 这是哪个魂那写的书 为什么这么写 不 莫愁绝不是这个意思 为了爱 他不会区分任何压力的 可这本书写的 就是两个相爱的年轻人 因为家庭背景的差异 而不得不分手 你不是没看过这本书吗 你怎么会知道 它是我写的 发表之后 我的确没有再看 这怎么可能是你写的 这本书 不是老八人写的吗 老八人是我的笔名 你的笔名 你写什么不好 偏偏这么写 两个人既然相爱 就能冲破家庭的组阁 不会分手的 你改过来 改成他们走到一块 成家了 这改不了 笔在你的手里 怎么改不过来 李福 算我求你了 改过来吧 改成大团圆结局 皆大欢喜 这是艺术创作 不是写你跟莫愁 就算这书改了 也改不了你和莫愁的 跟莫愁分手